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只不过在里面有少少影射我们的香港警察 而最重要的他讲香港警察那部分是事实来的 这个是一个法庭的案件 如实这样唯一一个 就是看下去有少少影射成份的就是邓炳强 而邓炳强他讲的东西 也都是他真正这样讲过 当然出自个演员口而已 无了这一件的案件或者这一套电影的完整性 那在我心目中是相当高分 这套电影 翁子江话头 有一个朋友 无条件的拿了百万出来 那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了 第二样东西 就是他自己投资 他们申请了电影基金 就是电影基金是有援助他们 资助他们的 那么多方面的条件 他都要收两千万才归本 那么收不收到两千万收到 那么为什么要收两千万才归本 事实上香港的电影就是三比一 你收三千万到电影 实际到电影公司的就是一千万 有只是戏院发行广告的钱来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电影支援的 这样很有可能收到两千万 都会虚三几百万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就是因为一个陈明恩 他说他那里有贬低香港特区警察的意图 所以向电影发展基金 去报告 说这套电影是得到电影发展基金 他的资助的 所以分分钟违反国安法 这样一投诉的时候 这样电影发展基金就出来说 我们会核实的 如果真的的话 我们会取消他的赞助 就是说你借了我的两三百匹 麻烦你给分 其实相当生气 那我网上有个朋友 其实我见过他 他叫做Tommy Sio 这位仁兄呢 他做动漫曾经在这个珠海有制作室 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男人 那对香港漫马 对动漫 他是很有研究 曾经都出过力的 他也是半个电影人 也是半个创作人 他做过几部的电影 动画电影 写过过百个剧本 半个电影产业商 影视光碟发行商老板 他是有身份 有态度可以说两句 他这么说 香港电影工业已经 不会再好像以前那么轻盛 近年更加是丢借的状态 情况就好像日本台湾等地的电影业 但不代表这些地方没有好的作品 间中是会有极爆的电影 近日香港的电影 似乎有极好的表现 明日战机 泛气攻心 阿妈有了第二个 神奇小子 梅艳芳 这些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剧种 都有不错的成绩 这个简直可喜可贺 不过家庭伦理 社会弱势的剧种 已经很多 梅艳芳只有一个 最多拍了哥哥就玩完 科幻器很贵 不是个个老板 够胆投资 是只有古天乐一个 题材其实很重要 到这部正义回廊的 相信都会有三四千万的成绩 本来都认为香港电影业 都会在向这个方向这样走 一路走下去 令到香港的电影重拾小小的光辉 怎么够知 如果照这条这样的臭蟹 对不起 要粗俗一点 真是顶他不冷神 这样说 不单是要禁无奸道 周星驰的图学威龙 都矮化猜老 百变星君 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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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政府有个资源电影产业的电影发展基金可以接 还有各大学大专院后教电影的学系 麻烦推翻了学费给学生 因为教了那班学生创作出来的 拍电影都可能要受罢 要存定钱 还是要给老作费 不用说那么多浪费气 民体局执了电影发展基金 以人口计算 现在香港的电影票房 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市场 现在大陆的票房 每个都只有千多两千万 今时今日 你陈明欣 吊你 以上 除了最后说陈明欣 吊你这几个字 全部都是Tommy Seuss 只要稍微 有骨气的人 凡事左三分 这些就是所谓的爱国者 拜拜